欢迎来到美厅,人有千算,不如天有一算。 有一则小故事,狗深深地爱上了狐狸,可他们却遇到了死神。 死神说,你们两个只能活一个,你们猜拳吧,输的就得死。 最后,狐狸输了。 狗抱着死去的狐狸说,说好一起出石头的,为什么我出了剪刀,你却出了布。 在这个世上,无论一个人再怎么会算计,也不如天会算。 所谓的天,就是良心、道义和品行。 有时,当我们丢了它时,就是逆天而行,会受到惩罚,甚至遭到厄运。 但当我们始终坚守它时,反而会得到许多庇护、好运和机会。 一,人善,天必要。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认可,做人一定要善良。 但我们却不认可,好心一定会得到好报。 其实,一个人为人的善良,也许暂时会被曲解和误解。 但老天爷却看在眼里,也绝不会辜负真正好心的人。 就如在《曾广贤文》中有一句话,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 有这样一则故事。 明朝开国功臣刘伯温,有一次在夏日赶路,十分口渴,正好路过一户人家,于是向女主人讨水喝。 结果女主人咬了一瓢水,却在水中撒了一把鼻鼓皮。 本来赶路就已经十分口渴,还要被女主人如此捉弄。 可是怎奈方圆集里,只有这一户人家,刘伯温只好一边吹,一边慢慢喝。 休息好后,女主人得知她会看风水,就请她帮忙选快地方。 她想着女主人如此对自己,就随手指了一处地方。 十几年之后,因缘巧合,她再次经过那个地方。 却看到当年那户人家,家父而孝,很是奇怪。 这时,女主人认出了,这就是当年给自己指点风水的先生,对她千恩万谢,还把她请进了家门。 在席间,刘伯温问起当年为何撒鼻鼓之事,这时女主人笑着解释道, 当年看你赶路着急,又是满头大汗,若是猛贯解渴,不仅解不了渴,还会让你生病。 因此撒鼻鼓让你缓缓气,慢慢喝。 听了女主人的话,刘伯温才知道自己是误会了,感叹道, 善良之家不用看风水,哪里都是福星宝地。 永远不要怀疑善良的意义,因为一个人也许会因为善良,给自己带来麻烦和烦恼,或者暂时得不到好报。 但你总要相信,这世间的一切都逃不出因果。 众善因就有果,有善心就会结善缘。 你的善良,也许人会辜负,但天不会辜负。 2. 人成,天必后 有这样一则故事,北宋著名文学家燕书,在他14岁时, 曾被人作为神童,举荐给宋真宗皇帝。 皇帝召见他,并要他与一千多名进士同时参加考试。 结果在考试时,燕书发现考试题是自己十天前刚练习过的。 就如实向真宗皇帝说了实话,并请求改换其他题目。 于是宋真宗非常欣赏他,便赐给他同进士出身。 燕书当职使,正值天下太平。 于是,京城的大小官员便经常到郊外游玩或在城内的酒楼茶馆举行各种宴会。 有一天,真宗提升燕书为辅佐太子读书的东宫官。 大臣们惊讶异常,不明白真宗为何做出这样的决定。 宋真宗说,近来群臣经常游玩饮宴,只有燕书闭门读书,如此自重谨慎,正是东宫官合适的人选。 燕书献恩后说,我其实也是个喜欢游玩饮宴的人,只是佳贫而已。 若我有钱,也早就参与燕游了。 许多时刻,我们总是没有勇气、诚实地做人。 尤其在是非对错和利益得失面前,总以为这样会对自己造成损失。 其实,越是说实话,别人越信任你。 越是做实事,别人越认可你。 越是不期不瞒,越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好运气。 一个人最难得的品质,就是诚实。 有时,说了真话,谈了真言,看似会失去许多眼前的好处。 但真正诚实的人,从长远来看,是不会吃亏的。 就如鲁迅先生曾说,伟大人格的素质,重要的是一个诚字。 诚实是最好的人品,一个人越是诚实,就越靠谱,越有担当,也越值得托付。 反之,越是虚伪,越是隐瞒,反而越得不到他人真正的信任,甚至在真相暴露以后,毫无立足之地。 散,人分,天必忧。 有一句话说,人生三分靠运气,七分靠打拼。 一个人想要获得成功,最重要的,不是天赋和才华,也不是好运和机遇,而是你自身的努力。 有时,我们并没有拼尽权力,就怪上天没给我们好运。 有时,我们并没有竭尽权力,就怪上天对自己不公平。 晚清明臣曾国藩,小时候是一个很笨的人。 他虽然六岁就被送到了私塾上学,但连考七次,直到二十七岁才考中进士。 其实,要说天赋,他是最没有天赋的,但他却靠着极度的勤奋,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有一则故事。 有一天,曾国藩在家中背书,碰到了一篇文章怎么也背不下来。 恰巧有个小偷藏在他家的屋檐下,准备等他背完书后,再行窃。 可曾国藩反反复复背了很多遍,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一直都背不下来。 后来小偷实在等不及了,于是他从梁上跳下来对曾国藩说, 你这个笨蛋,背了这么多遍还背不下来,我都听会了。 说着,小偷把曾国藩死活也背不下来的课文流利地背下来后,就气愤地扬长而去。 还有一则故事。 曾国藩曾在读史书时,因为反应不够快,理解能力也很差。 于是他养成了每天一个习惯,那就是,一句不通,不堪下句。 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经,明年再读。 于是靠着这份坚持和毅力,他终于花了三年时间,读懂了别人只需要用一年就懂的史书。 有一句话说,勤能捕捉。 其实,一个人是否能诚实,很大程度上,要看他下了多大的功夫,用了多少的心思,乃至付出了多少的努力。 即便缺少一些天赋,也可以通过后天的勤奋去弥补。 但如果你不肯踏踏实实去努力,就永远也得不到想要的好成绩。 有一句古话说,人有千算,天则一算。 在这个世上,有许多人力所无法企及的地方。 当你为人善良,也许人会误解你,但天则会保佑你。 当你为人诚实,也许看似对自己不利,但天则会厚待你。 当你为人勤奋,也许看似笨拙不得巧,但天则会更加偏爱你。 还有一句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前者的人,是你自己,是只想要达到目的和结果的你自己。 后者的天,也是你自己,是一个为人心更善,做事心更成的你自己。 订阅美听,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